曾經向南傑英伸出援手兼好朋友的林杰明 透露南傑英並不是普通情緒病,而是嚴重精神病 這種精神狀態對她來說是很辛苦 她認為今次離開未必不是好事 林杰明說南傑英有很多兄弟姐妹照顧她 經濟情況亦不是那麼差 只是她有病,經常會以一種敵對的心態去面對家人 之後有一個姐姐比較能夠埋到她身 而她認為這些病,家人和朋友只能在旁邊扶她一把 真正幫到她的只有她自己 南傑英在出道4年後,已過百萬買入一個單位 而她先後因為炒樓和炒股票而賺了一筆 風光時身家過千萬 但自從1994年 南傑英拍完周星馳的西遊記之月光補合後 就沒有再接觸 南傑英一直依靠積蓄過活 沒多久她就賣樓套現 而她將全副身家拿來做投資 最終投資失利,血本無歸 她當時就直認要靠碩卡過日子 之後在2005年,南傑英認識了退休律師曾權威 當時曾權威不單幫南傑英找清卡數和屋租 還帶她去看精神科醫生 但在2006年2月 南傑英最終都申請破產 在南傑英最老島的時候 依然都有不少好朋友向她伸出援手 幫助她重新做人 當中和南傑英最深交情的就是休淑貞 有知在1999年,南傑英炒股損失慘重 沒錢供樓要借錢到日 當時休淑貞馬上借了100萬給她解嚴眉之急 又經常帶她去佛堂念經 而在2004年,南傑英報警自殺 好朋友林健明和曾華線等等 都馬上去醫院照顧她 當時林健明還每日安排兩位朋友去醫院探南傑英 帶湯給她喝,又陪她聊天 希望可以解開她的心結 入行超過20年的南傑英 非文男友一帶羅 但最後都是無疾而終 南傑英在1985年與吳啟華合作六指琴摩 有指當時吳啟華就管折管送 令兩個人傳出非文 而南傑英愛得最轟烈的一段情 就是與富豪鄭玉彤的二仔鄭嘉誠拍拖 當年南傑英被指是拆散鄭嘉誠 與曠美雲之間的第三者 令到她飽受不少壓力 之後與周星馳合作西遊記之月光寶盒的時候 有指兩人經常撐桌腳而傳出非文 而南傑英最後公開承認的男朋友 就是一位金髮的外籍男友 兩人一起出席梅艷芳的生日會 但最後都是分手收場 南傑英的密友楊曼莉表示 一直都有不少幕後的人想找南傑英拍戲 而南傑英自己就很想拍回中國版的《飛躍風人員》 她想告訴別人她是沒有精神病 她說自己只是避害 而楊曼莉也有找人幫她寫劇本 楊曼莉說在去年曾經過台灣導演透過她 而找南傑英去飾演一個媽媽的角色 她還說曾經介紹過環珠格格的導演 宣說陪給南傑英認識 希望可以幫到南傑英找到工作 而楊曼莉在一句之前曾經跟南傑英通過電話 她就說當時的南傑英已經病得很厲害 聲音都變了不斷咳 但思路就沒問題 當時楊曼莉就猜是南傑英的肺不好 雅曉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